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美國參議院上個禮拜通過了香港自治法案 同時美國國務院也宣佈了 將會針對削弱香港高度自治的 前任和現任中共幹部 實施入境管制措施 好了 中國方面在今天 終於有所反擊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 中方敦促美方要認清形勢 立即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 不得審議、推進和實施有關涉港的消極議案 即是香港自治法案 更加不得以此為由 對中方進行所謂的制裁 否則中方將會採取堅決有力的應對和反制措施 一切後果完全由美方承擔 無論亂港分裂勢力如何叫囂 無論外部反華勢力如何施壓 都阻擋不了中方推進香港國安立法的決心和行動 他們的圖謀必將失敗 有關議案亦是廢紙一張 首先趙立堅所說的 在邏輯上 就有不可調和的矛盾 為甚麼呢 他既然覺得這些香港自治法案 甚至乎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如果你認為這些都是廢紙一張 現在就變成廢紙一答了 其實是 那為甚麼呢 你又這麼上心呢 是不是呢 又說去反制別人呢 你反制是廢紙嗎 難道 哈哈哈哈 這個其實是說不說得通呢 如果是廢紙的話 其實就無視他 鄙視他 滅視他才是 如果要反制的話 反過來講 就變成不是廢紙了 這個就是邏輯上哪有矛盾 此外趙立堅就以廢紙一張來形容香港自治法案 但是原來 中國已經不是第一次用廢紙一張 來形容美國通過的議案 早在兩個星期之前 美國就通過了一條叫做 維吾人權政策法 當時中國的官媒就已經以廢紙一張 來形容這條所謂的美國涉疆法案 這個廢紙一張 就快要變成廢紙一答 到底這條廢紙能不能產生一些實際影響呢 暫時真是未知 因為蓬佩奧只不過是將他的 具體行動說了出來 就是一個 入境限制措施將會推出 但是具體的名單有什麼人呢 他就未公佈 但是外交部在今天就已經宣佈了 針對美國的入境限制措施 中方是有所反擊的 當趙立堅被問及到 究竟中國對於美國實施簽證限制有什麼回應呢 他就說 香港的國家安全立法問題 純屬中國內政 任何外國都無權干涉 針對美方的錯誤行徑 中方就決定 對於在涉港問題上 表現惡劣的美方人員 會實施簽證限制 就是說 人簽證限制你也簽證限制 但是到底有沒有阻嚇作用呢 這個就成問題了 因為 中國實在有很多官員 的家屬 就是擁有一個外國的護照 當美國對於這班中共幹部和他的家屬 實施簽證限制的時候 當然就是會有多少的阻嚇力 但是到底有多少美國官員 或者是國會議員 他們的家屬是擁有中國護照的 到底有還是沒有都成問題了 所以你說不讓他入境中國 這個正如葉劉所說 他一輩子不來中國就可以了 究竟有多少美國官員和國會議員 會在假期的時候去中國遊覽都成問題 故此這班人大概也不會因為不能入境中國 而感到有所損失 除非就像拜登的兒子那樣 哈哈 即是他在中國有多少業務 現在就沒有了 但是之前有 就要來中國的時候 跟你有所接客之外 其他的人除了官式訪問 都沒有什麼幾可會踏足中國的 對不對 好了 至於美國方面除了這個制裁措施之外 其實他還有另外兩個層級 第一個就是凍結那些被制裁對象在美國的資產 第二個就是限制那些被制裁對象 使用以美元結算的銀行服務 中國其實都可以考慮這兩個選項 不過又是這個問題 到底有多少美國官員和國會議員 在中國是擁有資產的呢 無論是銀行戶口也好 或者是買樓也好 因為通常走去大陸買樓的 都是那些 香港的官員多一點 又說在中山那裡買樓又成 但是也沒有聽說過 美國的官員會在中國買樓住 好了第三個就是 你又不能限制別人用美元結算的服務 對不對 不過都可以不准他們用以人民幣結算的銀行服務 但是可能別人會覺得 不用就不用吧 一向都不用 所以 在這幾個選項方面 那些作嚇性真的不是很足夠 好了 接著就再說一下在中印邊境的情況 中國在中印邊境有一個最新部署 根據中國國防部的報導 就說西藏拉薩較早前已經成立了五支民兵部隊 名字很駕駛 分別就是 雪駭空中巡邏隊 雪駕極地通訊隊 雪浪極限攀登隊 雪湖高山快返隊 和雪駕高原抗擊隊等五支民兵組織 不知道還以為金融翻生幫他們改名 其中一支叫雪駕高原抗擊隊就是最厲害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隊員 主要是來自中國的著名武術隊 欣波格鬥俱樂部 以及由前奧運會聖火聖武風登山隊的成員組成 有消息就說 已經有二十名的綜合格鬥運動員 加入了這支雪駕高原抗擊隊 主要任務就是協助邊防的團和特戰旅進行格鬥訓練 解放軍西藏軍區司令員汪海剛就說 西藏的欣波格鬥俱樂部成員 將會提高解放軍的組織動員能力 快速反應能力 以及支援保障能力 但是他沒有證實究竟這些民兵團 和在上星期發生的中印邊境衝突有沒有關係 不過根據一些大陸媒體的報導 就說雪駕高原抗擊隊在6月15日 即是中印邊境衝突那天才成立 並且舉行了授旗儀式 不知道是否來得及派往邊境地區 另外印度媒體就報導 為了對抗在武術上訓練有數的腦解部隊 印度陸軍就已經決定了 要在中印實際控制線的沿線上 部署戰鬥的精英突擊隊 這群突擊隊有個名字 叫做殺手隊 這群人 進行了為期43天的高山專門突擊隊訓練課程 包括了每名的突擊隊員 是要負重35公斤 無間斷地跑足40公里 使得體能方面能夠進一步增強 實際上這群人真是很厲害 若果體能頂不上 因為在這些高原地帶這麼缺氧的地方 負重35公斤而已 7包米 這樣跑40公里 在平地也不太行 還要在高原所以 印度的訓練也是非同小可的 這群人的突擊隊 除了一般的武器操作訓練之外 也專門有去鑽研武術 並且針對高海拔和沙漠地區 有不同的訓練 當然不能只是武器的操作 因為操作也沒有用 根據中印在96年簽了的協議 就說明了 在中印實際控制線半徑兩公里範圍之內 是不得開火 亦都是不得使用化學武器 或者是使用槍鞋 故此 他去研究武術不是沒有原因的 但是中印雙方不斷在這個協議的灰色地帶上轉空子 很大程度上真的是本末倒置 因為你簽訂這個協議的時候 本身原意的目的就是為了停火 停火的意思就是要追求和平 不是追求戰爭 但是 現在似乎的方向就變成了 在不違反既有的協議情況下 繼續維持一些 下規模上可防可控的衝突 那你完全就是違背了原意 如果是這樣簽來幹什麼 其實簽來的原因 無非就是不想拆槍走火 搞到一發不可收拾 演變成真實的戰爭 所以就算96年的協議 繼續生效也好 根本上 矛盾和衝突 完全沒有化解 最近 老解的駐港部隊就有一條短片發了出來 是關於駐港部隊在搞了一場 叫做槍王爭霸賽 那些分析員猛地在說 說這個短片其實就是為了震懾香港人 是為了配合港版國安法而發佈 真是奇怪 在中印邊境那裡 就用上了石頭和木棒 甚至狼牙棒 但是在自家控制的地方 反而就要用槍去震懾 那到底當中的邏輯在哪呢 好了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